接着我们来跟进德国索林根建成庆典的 持刀砍人案 警方至今逮捕了三个人 包括涉嫌袭击的凶徒 以及一名15岁的少年 当局不排除案件涉及恐怖主义 而恐怖组织伊斯兰神权国 随后就宣称发动了这场袭击 扬言是为全球的穆斯林复仇 总理肖尔茨誓言要将凶徒绳之以法 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德国北威州索林根650周年建成庆典染血 一名持刀男子星期五晚上在庆典上发难 无差别攻击 而且极其凶狠 每一刀瞄准的都是喉咙部位 试图一刀致命 这起事件夺走三人性命 死者年龄介于56到67岁 另外有8人受伤 其中5个人伤势为大 警方在现场拉起黄色警戒线 循着线索搜查一天一夜 先后逮捕三个涉案人 其中一名落亡者是15岁的少年 但当局不认为他是持刀凶徒 只是怀疑他和嫌犯有接触 目前还在查明少年和持刀男子之间的关联 当局紧接着在一所难民之家逮捕一名嫌犯 相信他就是真正的袭击者 而且所在位置距离事发地点只有300米 正当警方不排除案件涉及恐怖主义 极端组织伊斯兰神全国 星期六透过社媒发文承认袭击 形容持刀男子是隶属伊斯兰国的士兵 为巴勒斯坦乃至全球各地的穆斯林报仇 不过极端组织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暂时也不清楚袭击者和伊斯兰国之间有多密切 这是一个犯罪的犯罪 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性和自由 对我们的状况也对我们的状态 对我们的状态一起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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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状态在南南北 德国总理肖尔茨 内政部长菲泽尔和北维州州长乌斯特 先后抵达案发现场跟进调查进展 历生谴责这起迟刀伤人案穷凶极恶 肖尔茨向罹难者家属致哀 也对伤者的伤势表示担忧 扬言凶徒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治 为罪行负责 事发超过24小时 紧张和哀伤的氛围弥漫在事发现场 不少民众在警戒线外放置鲜花和蜡烛 祈愿逝者安息 尽管主贤已经落网 但警方不敢懈怠 已经在整个北维州提高安全戒备 增派警力加强巡逻 尤其防备一切庆典活动 中文字幕后